我们都说老人家是宝 而慈祭环保站是老人家的清安居 也是运动、修心的好去处 大约两年前在慈祭的五谷环保站 来了一位杏山法师 环保一做做到现在 不论是分类塑胶带、回收纸 或是拆解录音带都难不倒法师 而会踏入环保站原来是因为过去 曾经因为罹患三高疾病 来到了台北慈祭医院 受到医护团队妥善的照顾 而兴起了回报的心 拆解录音带每个步骤 熟练程度都是将近两年来 杏山法师累积的功夫 会来做环保是抱着感恩的心 因为曾经一场病 受到台北慈祭医院的细心照料 得到三高之后 慢性病没有处理好 到时候会很严重 糖尿病那些都会有 那后来就因为这个因缘 然后就去持续看病 因为出家人去持续不用花钱 因为实在我也没什么钱 上人的理念这样感动他 他想回归 回收物堆满四周 法师更缩小自己 丧了手也不搭近 因为从分类的天地里 体悟到秀行的真正意义 你一个人躲在身上闭关 那个不会有成就的 你花那么多时间学到的一些概念 你要把它生活化 但你生活化的方法 就是说你就是要踏入人群中 跟人群互动 环保战不只延续污名 保护环境 更成了修行道场 法师透过身体力行 做的最好的典范 带新闻小时节 邱品豪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